忍无可忍,今天必须发点声音 我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我公公先是查出了阳性 在家里待了三四天 来了车子,接走了以后呢 在外面待了五个多小时 被送回来了 没几天,我婆婆查出了阳性 我小儿子也在他们家 小儿子待客厅 公公待在房间里 婆婆待在厨房 但是基本上 小儿子被传染上阳性 我们觉得是很必然的 后来又有车说是来接了 凌晨来接的 接完了以后 出去兜了两个多小时 又送回家了 说是没有地方可去 大概前后才四五天的时间 三个人全部转成了阴性 核酸也来测过是阴性了 今天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说你们必须要去方舱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是我们说要拒绝 是因为你们首先工作就没做好 导致了我奶奶变成阳性 现在自愈了 你又要她去一个全是阳性的地方 去变成阳性 那我觉得这个行为太过分了吧 你没给我讲话的机会 如果你要讲 我再跟你讲 我不讲了 你没有讲话的机会 那你说 你说 好 你先跟我讲 现在为了要确认 你一定是绿码的话 只有通过专业的 也就是说方舱那边认定出来的 才会转回绿码 他们是只有他们这个机构才行 所以所有人在居家隔离的 都必须要去方舱一次才可以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要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是非要去方舱一次 才可以绿码是吗 不符合条件的都要去到那边 所有变阴的人也都要去一次 是不是 对 对啊 哪个领导说的 对你哪位 我是我儿子的妈妈 我婆婆的媳妇 我哪位 我是上海在这边工作生活的人 现在规定是这样的 规定是这样 我说这个事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阴性了还要拉回去 你们在想什么 谁上海不够乱是不是 如果你们要拉 你们早就可以拉了 而不是拖现在 你们已经拖了很久了 28号的人拖到现在 你跟我商量的话 我就告诉你 我坚决不想去 硬性了你还要拉过去干什么 你不想去 没办法 那你跟我商量什么 你这是跟我商量的吗 你还拿公安局威胁老人 说实话 这不叫商量 老人要怕死了 出人民怎么办 我就问你 谁负责 谁负责 你告诉我 你把有本事把人民告诉我 你敢吗 我已经把你们的数据全都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了 你这是跟我商量吗 一定要去 不是一定要去 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我就告诉你 我们不去了 我硬性了 我为什么要去 还要去方舱 上海是方舱太多了是吗 你能不能给我讲话 我给你讲了 你说不用跟我们商量 你说你们就是要这么做呀 我再重复之前讲过无数遍的话 只有通过方舱那边核酸检测出来的 才会有绿码 所以我就问你了 就是需要绿码才必须要去方舱是不是 你不给我讲了 我给你讲 你讲的这些事情 你觉得有理吗 你觉得老百姓认可吗 硬性了 非要进去方舱再去一回 是吧 是为了政绩啊 还是为了成绩啊 还是为了业绩啊 好看是吗 上海有脸是吗 听一听老百姓的声音可以吗 你们去做这种无用公式干什么 是为了大家康复 还是为了好看啊 硬性了还要拉到方舱 方舱多了去了 把人家学校 把人家新房都征用做来方舱 然后把阴性的人再拉进去走一遍 好看是吧 有意思是吧 隔离的还不够是吧 还要拿公安局来威胁我们 老百姓不是人是吧 老百姓不是人是吧 是必须要认认宰割才可以是吗 能不能听一听人民的深圳的声音啊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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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